今天比較晚因為要搞那個羽翼那爛東西 搞個廣播電台要用廣播電台沒那麼好弄 要賣藥沒那麼簡單 我有準備一些問題 好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分享一個還蠻屌的 今天有一個客戶他買了新車 才剛交車沒多久就來說要估 是一台某某廠牌的休旅車我就不要講哪一個 然後結果說熱心怎麼才剛交車就要賣 他說當初他在買這台車的時候 一台休旅車 那個賣他車的業務跟他說這台車可以改計程車 然後他就買了 交車以後發現那台車是領客貨 客貨車就不能當做營業車了 他本來要買一台車回來當計程車 結果買回來以後 業務說可以這可以領 買回來以後他不能領 錢都付了牌也領了 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就回去跟業務理論跟他們公司理論 然後對方新車公司賠了他6萬塊 6萬夠嗎 他才剛領牌沒多久 才剛交出來的新車我要怎麼估 我才不想跟他估 我覺得6萬不夠 我花了好幾十萬 買到一台錯的車 你賠我6萬就了事了 我的運氣 可能他也不想為難業務啦 我猜我不曉得 我真的聽了我的運氣 真的發生在我身上我應該瘋 今天才遇到的 好 來我跟大家這個 講一下 有人很多人會問我說 有很多外縣市的朋友 因為他要買我們的車買不到 他都會問小師說我可不可以直接匯定 有的說我很忙啊 我是怎麼樣怎麼樣啊 然後可不可以這個 先匯定啊 然後再上去買 那我是通常 我們是這樣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然你們好願意相信我們 要把錢匯來我們這個 再開心再高興不過 可是 因為畢竟我們買賣的是二手的東西 我們還是希望你實際來這個看過貨 驗過貨試過貨滿意再行購買 好不好 那真的外縣市朋友我也比較 不好意思啊 真的有時候 就緣分問題 如果真的你 真的沒有辦法說 及時的約來看車 那也比較 不好意思 還是要先 先約啦 好不好 我跟你講啦 外面喔 你如果這樣跟其他車廂講 他馬上就 帳號就給你 連演都不想演 直接給你帳號來回過來 有錢收我還不開心嗎 可是我跟大家 解釋一下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比如說他說在台南 他說他想要買一台 我隨便舉例 15的fit好了 那先為個三萬五萬來 然後他說我下個禮拜放假才有空 那我現在收了你的這個三萬五萬 我就放在那邊 等你 等到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你終於來了 看一看說 這個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我的戲 好我不就死了 對不對 甚至來看一看 男的覺得說不錯 結果老婆在旁邊說 我覺得還好 不好意思我老婆不喜歡 你講得很好聽 說不然是小事哥沒關係 反正訂金都給你了 我很信賴你 我們現場在挑別台 沒錯啊你講得很好聽 你就是要跟我買 問題是我那台車 真的等你一兩個禮拜了 那我那台車中間 這一兩個禮拜我都不能賣 那本來想買的人怎麼辦 所以 這個就 沒辦法 這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可是 我遇過很多次了 真的那個人在講場面話的時候都會很好聽 小事哥我很相信你 我告訴你 我看我自己說沒問題就好了 我這個沒問題的 這個車照片你給我看就OK了 等等的 可是問題是 現實 不是這樣 你人到現場會有很多變數 包括你的另一半 你的家人 也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大家看緣分 很多人都問說小事哥為什麼你的 粉絲業車就這樣而已 我明明看現場是這樣 為什麼你粉絲業車有這樣 那我告訴你 我們當然有很多是在檢測中的也好 已經收定的也好 或是他老闆賣回來 買回來沒賣放在那邊也好 是因為為什麼我要控制這個 數量我當然知道說這個賣的數量越多 我是不是生意會越好 問題來了 我的服務人員會跟不上 我一個服務人員 如果他一個月要 賣20台車30台車 他怎麼樣 把品管做好 怎麼樣服務好每一個客人 所以我只能說現在我們現在在真人 讓人再多一點 那看看再把這個貨色 增加 才不會 影響到我們的服務品質 當然一昧的我貨弄多 然後服務人員就一窩蜂一直賣一直賣 結果服務沒做好 品管沒做好 我賣那麼多車沒有意義 所以其實我要控制 我們在 販售的車子的數量 不是一昧的增加多就好了 對不對 品管會跟不上 服務會跟不上 保修維護 都會跟不上 不是這樣 做生意不是這樣 不能銷售你知道嗎 看生意好 最近 買車的人坐就銷售銷售 一直銷售 對不對 賣到賣了 桌子名聲就補到炒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到了一個階段 那我們就在 再請人在訓練 訓練完再擴充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擴充就好了 好啦反正就是講 跟大家講一下說這個 為什麼 很多車都沒有 那包括我們人力不足 我也沒辦法帶巡車 講他帶巡車也是啊 來來來為什麼 小絲現在沒有帶巡車 帶巡車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遇到太多次了 小絲哥我跟你講 我看影片好久 我是你的粉絲 這個他媽的 見面第一句話有沒有 就是一定要先嗆 我想要找一台這個某某車 可不可以請小絲哥幫我找 基本上我是怕被騙 別的 車商我都不相信 我只相信小絲哥的話 然後你幫我找要先附訂也沒關係 好不好 你就幫我找來一台什麼車某某車 好啦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真的找到了 小絲哥我跟你講 最近因為這個我在跟我老婆處理離婚的事情 所以車的事可能暫時沒有在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好不容易去跟他找一台車回來 又開始阿嬤阿爸了 有沒有又開始說阿嬤阿爸了 我媽媽怎樣 我 哥哥怎樣 我家裡怎樣 我老婆怎樣 我小孩怎樣 這個現在可能暫時沒有要找了 你別去外面找到要死 找到一個好車簡單 好這是這第1個啦 還有就是好帶巡車的問題就坐了啦 你找到黑色他要白色你找到銀色他要灰色 故事永遠都是這樣演的 阿嬤阿嬤又生了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很累啦 心累 人類心也累 而且再來一個 我們有需求出去跟人家找 那個車都會比較貴 你知道嗎 我要出去不管是車主找 這個同行找一定會比較貴啊 因為他知道你缺這個車我當然不會比較貴啊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這個靠緣分的 對不對客人自己開來 沽 行情都30萬 要來來 不會來台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如果知道我後面有客人在等這個車的時候 30 不好意思你要賣多少錢35 35有點高 32可不可以 客人說不要不要不要32我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走 好353535 是不是就買貴了 所以一個就價錢的問題 一個是浪費很多時間 人生 每天都有不同的驚喜在發生 等到我幫你找到了 你的人生的 規劃又變了 說小資哥拍誰 我現在不開 雙門車了 我現在因為這個 你幫我找車的這一個月 這個我生了小孩 我現在開休旅車了 有沒有可能 這個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太複雜太辛苦了 我們就把事情簡單化就好了 不如我們有什麼東西 你來買就好了 這樣最簡單 對不對 我沒有的 我也沒辦法 你要去跟別人買 我真的也沒辦法 因為我就真的沒有 我跟你講二手車 你看每一個車款 每個年份 不同的世代 買不完 真的永遠買不完 沒有那麼多錢把全部 你們想要的車都買到了 不僅車款多 世代多 年份多 還有顏色也不一樣 配備也不一樣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買得完 永遠都買不完 小資喝什麼飲料 一個這個跟我們買Q50的客人 回來保養帶來的 我跟你講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感覺你知道嗎 小姐你要感覺不錯 那個感覺 回來說說笑笑聊聊天 拿個飲料 保養完幫你洗洗車 對不對 舒服 真的是舒服 我是貪這杯開花錢嗎 不是 客人保養 有一定要回來小事這邊嗎 也沒有一定 他是貪小事便宜嗎 也不是啊 他是覺得來這邊溫暖 舒服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大家在一起就是感覺不錯 就是 先倒閉看看 對不對 好朋友 這個先睡倒閉 誠懇在一起 對不對 好那最後這個 也跟人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都是 日經文 月經文 常常都會有人問 那我在這邊再做一個 統一的 講解 反正 二手車的東西 我該講的都講完了 所以就一直輪迴 那我現在講一個 我最近真的遇到很多網友這樣的問題 他說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貸款 到底要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貸款 我先跟大家講幾個基礎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幾個基礎 第一個基礎就是 男生你一定要溺弊 免疫要免疫證明 說到溺弊 我跟你講 我那天 撲面試的那個 FB 貼文我才發現 我的姿勢有多麼不足 沒想到 真人 起事 大概把起事打錯那就算了 兩個字打錯就算了 真人你知道上面既然不能打 疫幣兩個字 打疫幣 說是這個就業歧視 說會這個罰錢的 有好幾個這個粉絲朋友 馬上這個提醒我我忙去查還真的 聽說是這樣 勞動部認為這是處罰的 但是實際的案例到了法院那邊 卻判無罪 我查到案例是這樣 那 法院那邊有法院的說法 勞動部有勞動部的說法 反正真人歧視我真的是那天我才知道 那我是覺得 感覺有點偽善 我講實在的啦 我說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你想想看你明明 是要疫幣的人 那你不能打疫幣 那沒疫幣的人來面試 面試完之後 不好意思 好好那我這個我知道了 面試很愉快 那我們會再通知你 你把人家叫來面試完浪費大家時間幹什麼 你浪費我的時間也浪費人家時間 人家跑一趟路來 不是我要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什麼年齡也不能寫 男女生什麼都不能寫 你媽的 這不是很偽善的嗎 實際上偷偷在做 只是不能講出來 你說我開酒店 應徵人就男生來一面試 我媽的我酒店玩女的啊 我覺得是浪費大家時間 我說實在 我覺得這很偽善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說實在的 這個真的是供需的問題 法規就是這樣 這就很奇怪 好啦 我只是發發牢騷 我什麼講到這邊 人權 好啦人權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人權 我最近在看那個 南方公園他們很喜歡講人權 就是會有一些正義魔人 你知道 就講錯話就跳出來說 你是不是看不起同志啊 你別講 你是看不起女人啊 結果跳出來這樣講 好我剛剛講 貸款 對講到這個 第一個你要易幣或免疫嘛 免疫你要免疫證明 第二個你一定要滿20歲好不好 因為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你貸款你要簽這個對保你要簽契約 你要滿20歲你才有這個法律的一個簽署的一個 一個效用嘛 所以你一定要滿20 一定要易幣以男生來講的話 好接下來呢你就必須要有能夠證明你有工作 最好是工作多久 或者是這個薪資轉帳多少錢 好人家才知道 你還不還得起錢嘛對不對好 現在有個最重要的問題 最多我遇到最多問題 他說 我們的公司沒有新轉勞保 我是打工的 我都沒有新轉勞保怎麼辦 不好意思很簡單 存款簿就好了 你要存款簿 你領現金都沒關係 你打工的都沒關係 但你領的錢呢 你記得要有一個習慣 定期的把他存在你的 銀行裡 好戶頭裡面定期去存他 你把他花完也沒關係 可是你要這個習慣 因為 銀行才有知道說你真的固定有一個收入在 那新轉 一定要刷存責 當然一定要刷存責 你要看到 這個所謂的薪資轉帳 就每個月的5號或10號 你都有一筆薪水會進來 那銀行一看 有喔你有固定的工作 對不對至少你有這個可以證明 你什麼都沒有狀況之下 對不對 你有一個說 即使是你爸爸每個月會會5萬給你 也沒關係 你就說爸爸不好意思 你這個5萬盡量都固定在5號會給我 也沒有關係 好那沒有一定要多或少 那只是說 他要知道你有 還款的能力 自營商也一樣 你自營商你絕對你還是要用你的存款簿 你每天的收入 或者是你每個月存一次 每個禮拜去存一次 現金流要做出來 他有看到錢進出進出 我跟你講借錢就很簡單 我跟你講啦 你現在打個電話給你朋友 對不對 小禮嘛 抱歉 最近沒多好 可以借 借2萬了 稍微累一下 好 今天你如果是被借錢的人 你會先思考你這個朋友 他有沒有還款能力 沒錯吧 這個 整天無所事事 聽說他媽已經把家裡的錢都敗光了 心裡想 媽的 連朋友 都會去想說 你有沒有還款能力 更不要說銀行了嘛 對不對 你朋友跟你借錢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這個人 風評好像不太好 有你吃毒要拔掉 不要照顧 這照顧沒辦法行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必須要 這個讓銀行知道你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是最必要的 剛剛有人說這個金額的問題 我等一下後面再講 還款能力之外呢 當然他們有一個就是希望你有使用信用卡 那因為信用卡也屬於是一種 佐證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一個月 信用卡就算只花個三千五千八千也好一萬也好 但是你每個月都有去用他有在還他 那也代表 你有還款的能力嗎 網銀的明細不一定要存折 趕快一數 不要拘泥在那個存折跟網銀這個東西好不好 但是其實我跟你講網銀你列車出來你也要有他 因為網銀那個數字可以改啊 你如果直接用那個網銀列車出來的話 裡面的數字 Photoshop一下誰都可以改那個泰山最會了 把那個錢改很多 對不對所以你還是要有那個存款簿才有你的這個印章啊 分行帳號啊 布置的號碼 所以通常都是用存款簿啦 網銀的話你要能夠舉證這個是真的很難 除非你特別去銀行說你要印網銀的紀錄 他們列車出來會蓋上他們的章 那個才是確定沒有被修改過的 好不好 簡單講這樣 再來 就是這個還款能力的部分 來我跟大家分享 通常啦 銀行他們在判斷你有沒有還款能力的時候啊 他們會看你的 月收入的 三分之一 左右 這不是定數喔 我只是我的經驗給大家 評估 什麼叫三分之一喔 比如說你一個月賺三萬 他會評估你 分期的話 一個月 大概在繳一萬以內 他 可以願意借給你 但是問題來了喔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有其他的貸款 學貸 或者是信貸 或者是 你正在定期的繳 那個信用卡的循環利息 你都繳最低金額 假設 你每個月還有這個學貸3000要繳 不好意思 那你就被扣掉剩7000 他就認為 你的還款能力剩下7000 你如果信用卡每個月還要還3000 你如果還有學貸或信貸每個月還要還兩三千 他都從一萬裡面扣下來 所以他就會認為你的TOTAL還款 因為什麼喔 因為他覺得你他還會評估你有沒有租房子啊 對不對 現在人有很多錢要繳 你他媽又要租房子又水電費 有的又什麼第四代 網路費電話費 有的沒的費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好這是蓋抓啦 你賺三萬 扣掉吃飯開銷 你只有一萬以內的還款能力 那這一萬裡面 你還有其他花費 不好意思要往下扣 懂嗎 我不太會形容 但是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你大概除了吃飯那些 必要的開銷以外 大概就是 你剩下三分之一月繳款 是銀行能夠 能夠 容許借給你的 好認為你的還款能力是這樣 然後呢 什麼叫做信用不良 我們最常見的信用不良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 欠卡債 這個 這個還這個最低的循環利息甚至還在欠 甚至停卡那個都不用講了 跳票那個也不用講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貸款沒有還 沒還清還在欠 那也不用講 欠很多還延期預期 這個都是屬於信用不良的一部分 或是你幫人家做保 結果對方沒有好好的還 你就會受影響 大概是這樣 信用不良的狀況大概是這一些 來這個Simon有講到你看三萬買車如果你住家裡沒有額外的貸款有沒有 對不對 他銀行會評估嘛 你三萬要買車結果你是住家裡你不用付租金等等 對不對 那他當然他就願意 他覺得你的那個月開銷低了他又願意借你更多錢 這個當然這個還是要評估一下自己還款能力 我其實對貸款這個東西 我覺得 他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東西我坦白說但是不是不能亂用 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現在我跟大家分享現在的利率大概是從3點 3%左右3%到6% 5%以上其實 你的條件算是真的很不好了因為 你可能也沒有 過多的這個 收入也不高也沒有太多的證明你的 還款的利的東西等等等等你風險偏高才會超過5% 基本上現在超過5%就是 就是這個你的條件其實不是很好的 我以前我是說我出社會買的第一台車 我說買到事故車有沒有 我那時候貸款的利率是16% 16% 那時候白癡白癡不會算 16% 所以現在我怎麼看我都覺得好便宜 車貸不太可能1.3吧 沒有啦 16%沒有高利貸 20%才高利貸 16%還是正 正統的銀行在做的 那時候 銀行 或者是民間融資公司 16% 我告訴你現在都還有16% 你信不信 現在還有16% 過20%才是犯法 現在還有16% 很可怕 有利人士橋可以到1點多不可能 二手車目前最低就是2點 我記得2.7左右吧 最低 二手車他的風險偏高 絕對不可能有低於 2%以內的 房貸的幾% 你要想 房子你不繳 對不對他照你的地址去找你一定找得到你 車子 你沒繳 媽你藏在哪裡他不曉得 你他不曉得 所以風險是高的 你的車 打掉 打掉 銀行是一不小心就拖不到車了 對啊1點多應該是房貸吧 我跟你講有時候這個文字遊戲是會有的 比如說這個 好我這樣我舉個例好不好 好你來從這個9月開始 來小私汽車買車分期 貸款利率只需要1% 好 從這個9月1號開始大家來小私這邊買車 如果有分期的話利率1% 然後下個月9月開始我每台車我調漲3萬塊 還是我調漲5萬塊 懂嗎 所以我今天我如果是新車公司 我只需要 把我中間的折扣縮小 那我要講幾%都可以 我甚至賣你車要送你吸塵器 要送你電視 要送你去日本旅行都沒有問題 懂嗎我本來一台車可以便宜10萬我現在只需要便宜5萬3萬就好了 然後我送你一台電視 好不好 類似這種感覺不然就是9月1號開始 來小私汽車買車 這個一律都會贈送你一個 Sony 65吋的電視加PS5套裝組 9月1號開始 來小私汽車買車 這個一律就會贈送Sony 65吋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Brava是不是 這個Sony 65吋 掛PS5套裝組一組 然後9月1號開始我的車全部都調漲8萬塊 我的車全部都調漲8萬塊 好不好懂意思了吧 所以 不要被那個數字局限住說我去買一台車他才給我0.8% 才給我1.5% 1.8% 我跟你說 那都是 染趴跟趴人而已 不要在這裡幾趴幾趴 什麼趴都一樣 趴趴趴 只想喝你趴趴 好不好 OK嗎 懂嗎 好喔因為老婆不給買PS5 回去還順便爆了一個Sony 65吋電視 羊毛輸在羊身上 好不好這個就是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所以不要在那邊 那天去買幾趴才幾趴 我跟你說那都一樣 銀行的利率就是 在那邊 他是不會動的 剩下就是商人要怎麼玩 來小私汽車買Toyota神 A 馬上送信義去豪宅沒有錯 一台車兩億八千三百萬 送信義去豪宅 一台車要賣兩億多 以後我們這邊開放男粉絲 男消費者 你如果想買什麼東西 老婆不答應 那你先跟我講 我們就買車就送 這樣好不好 可以了吧 對不對PS5不給買 然後你來我這邊買完車回去 報一台說小私送的 老婆不給買這個重機 對不對來小私那邊買一台車回去 買一送一 後面還拖著一台重機回去 大概就這種感覺 OK吧 好不好 我們就開放給這個 許願池 你們想要什麼 提早跟我們講 利息一次繳清 是對他們風險就變低了 因為他只是想賺你利息 所以他把想賺的錢先收起來 其實這樣子有好有壞 先繳利息的概念 本來這個利息會平均被分攤在三年五年裡 結果你全部把他三年五年要賺的 利息全部都一次先給他 因為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只要超過一年之後 一般的約是綁一年 就是你有分期的話 只要買一年之後你隨時都可以繳清 你繳清了以後就賺不到 後面的利息了 但是你先繳的利息就代表什麼 你無論什麼時候結清 他都沒關係 因為他已經把錢賺好了 懂我意思嗎 本來你的利息平攤在五年裡面 他才賺得到 他一個月賺一點利息 一個月賺一點利息 結果有一個阿宅來了 說我先把利息都給你了 五年的利息他就先收走了 那你原本有一個機會 滿一年之後你結清 那利息就可能 只被他賺了一年而已 後面的四年利息他賺不到 結果你在前面先把利息都給他賺走 這個就是中間的差別 合約書要寫 我跟你講 這一個盲點 這不能講 都被開槍 合約上面要寫利息 可是通常都不會寫 買超過十年的車利率會比較高 我跟你講這他另外一個 再講到分歧 你買的車車鈴越高 利息就越高 個人的信用狀況是一回事 但車其實也要輔助 因為你買的物件 可能他比較老 其實房貸也是這樣 對啊你買的那個房子已經60年了 銀行願意借給你 對啊銀行還有你的年紀越大 不知道 房貸還沒還完人會不會就先掛了 你如果這個車鈴越舊 他借給你的利息會越高 他會給你越高的利息 鬼月買二手車會差嗎 正常來講新車可能會比較嚴重 又是鬼月問題 每年都要遇到鬼月 現在鬼月 來一般鬼月是這樣 鬼月人家是 這個為什麼買新車要放鞭炮 要用這個紅色的彩球在前面 騎個這個討個吉利啊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新的東西 好不好 新的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會住在裡面 因為他本來沒有人氣的東西 但是這個二手車因為他已經領過牌了 所以基本上鬼月的影響不大 因為不是新的東西啊 一直都是有在使用的東西啊 那第二個是 其實我覺得現在 我已經好幾年都這樣了 現在的年輕人 像我好了 我就是買車我插什麼月 如果我是這樣啦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啦 現在年輕人我覺得應該越來也越沒有這種所謂的民俗樂的這種感覺了啦 當然有些人家裡我現在還是會遇到一些家裡很care這種東西 有的要先問車牌啦回去媽媽要算車牌啦 要把車牌拿去給神明算的啦 我有遇過一個媽媽拿一瓶水 跟那個叫什麼 龍樹的那個蝦子 來交車喔 媽媽來就這樣 繞圈圈一直在掩水你知道嗎 繞一圈都沒有 我也遇過這種的來交車的 遇過到廟裡面交車 開車去 交給客人 客人直接約在廟裡 然後更屌的是什麼 地上 燒一攤金紙 叫我把車開過去 我不要開 他說為什麼 我說看他油箱在下面 你知道嗎 油箱在那個後座屁股下面 叫我開過去 我說你要開你自己開 我不要 我跟你講我先跟你講油箱在後面下面 結果他兒子自己開 然後他要去開 我說你最好開快一點 我建議你 你最好衝快一點 這間公佛 油箱在樓下 媽媽都打他 整個廟都拚他 把他交個車把整個廟都炸掉 傻笑喔 不是說我們對這個 神明不敬或是什麼啦 只是說這個每個人的信仰 不一樣嘛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可能要參考一下說 你這樣子開過去是不是會危險啊 對不對 因為 就像現在 也許還有人在給小孩喝符水也不一定啦 但其實大部分的是真的是 比較少人在做這樣的事情啦 因為 畢竟現在還是得這個 還有這個安全的問題啊 健康的問題啊 這個都要考量到啊 那我們當然尊重每個人的那個 只是要開過火 真的是請他自己開啦 對啊 我真的我開過去燒起來我哪受得了 對啊大概就這樣啊 所以這個就看有沒有別的方式嘛 對不對我覺得神明也在進步啊 現在點光明燈也可以在網路上點啊對不對 對不對沒錯吧 那個鎮南宮馬祖的那個周邊商品你網路也都買得到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網路也在進步啊 大家都在進步啊 我覺得都在進步 好啦 那這個時間差不多啦 大家晚安啦 喵沒有喵 喵喵抓不到 喵喵沒辦法 還是充滿野性 所以沒辦法 因為他當過流浪貓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先把他身體調好 再看看是要給人家這個 認養還是要怎麼樣 好不好 還是有人要認養可以跟我講 喵喵 因為他可能要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他以前在外面 那個性就會比較膽小一點 所以就比較沒有那麼親人 需要花多一點時間跟他培養感情 如果沒有人要領養我們就留下來慢慢培養感情 就大概就是這樣 好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Good night 小貓都認養完了啊 小貓已經比較好認養了 如果換成人就不一樣了 大家都不要小孩就先要媽媽 這個如果換成人的話就不一樣了 大家都是先要地方的媽媽 小孩先不要 除非是神父吧 神父都不一樣 神父就會要小男孩 人家脫口秀都這樣開玩笑的啊 以上言論就是不代表本台立場就開玩笑這樣 好不好 好啦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